在众多历史人物中,北宋时期的杨家将可以说是家喻户晓,他们因为精忠报国,血染沙场,而流传千古,而蛇太君带女将们站膝下的故事更是让人们钦佩不已,但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些女将们的归宿。 那么,著名的杨家十二寡妇究竟是哪十二个呢? 他们最终的归宿又是如何?以史为敬,可以知心替,以人为敬,可以明得诗,欢迎订阅真正历史,看完杨家女将的故事,让人唏嘘不已,第一位当然是备受尊敬的蛇太君了,在杨门女将中,她的武艺可能不是最高的。 但她却有着祖传的蛇家刀法和走线钢鞭傍身,就连她的丈夫杨叶也不一定打得赢她,她被称为杨门女将中不可或缺的一位,那么,蛇太君究竟有多强呢? 在兵法韬略与排兵不振方面,她远胜于自己的丈夫杨叶,火堂山的第一批杨家军就是她训练出来的,她在第九代杨满堂成亲之时亡故,相传她活了150岁,比隋堂时期的传奇人物程咬金还要长寿,第二位则是杨大人, 杨大郎之七周云靖,她本是北汉详将焚羊铁骑令宫舟审义之女,有家传藏刀法傍身。 曾多次随军出征,杨大郎阵亡以后,她就一直跟在蛇太君身旁,后跟随蛇太君一起征膝下,在战场上指挥友方,立下了不少战功,可惜的是,在征膝下回来后没多久,就病故了第三位二郎杨岩定之七耿金花,她的父亲是北汉的一位战将,因为与杨叶交好,所以在后来嫁给了杨岩定。 婚后没多久,杨岩定就战死沙场了,因此,耿金花并没有子嗣,但她也没有选择离开杨家,而是一直陪伴在蛇太君身边,她性格温和,在天伯府与众人的关系非常融洽,与其他的杨门女将相比。 她出战不多,名气稍微要低一些,在征膝下时,她刀斩膝下大将白胜,后来周云靖病故后没几年,她便也去世了,第四位杨三郎之妻董月娥,她是北汉四大令宫之一的董振红之女,和杨家也算得上是门当户队,在武艺上,她比自己的丈夫杨三郎要强很多,剑法出众的她被称为神社董三娘。 性格和杨五郎妻子马赛英非常相似,两人之间的关系也是非常不错,在穆桂英没有到来之前,她与马赛英,杜金娥是蛇太君最得力的帮手,负责处理军中的诸多事务。 在争稀下的过程中,她凭借自己精湛的剑法立下了不少功劳,关于她的结局,史上并没有明确的记载,大概率为善终,第五位杨四郎之妻孟金榜,她本是北汉降将戴州同锤令宫孟志远之女,因天生力气大,所以有着神力孟四娘之称,和杨排风这些较为出名的女将相比,她的名气也不大。 不过她的心胸却是非常宽广,金沙滩一战后,以为杨四郎死了的她,在中原为杨四郎守了十四年寡,在这十四年中一直尽心尽责地照顾蛇太君,后来杨四郎带着铁镜公主任祖归宗时。 她也是和铁镜坦诚相待,没有为难对方半分,或许正是因为她的心胸宽广,所以她也非常长寿,是杨门女将中,继蛇太君之后最长寿的女将,第六位铁镜公主耶律金额,和孟金榜一样,她也是杨四郎的妻子,在阵前杀敌毫不手软的她,却是一个沉迷于爱情的女子。 事实上,她早就知道了杨四郎的身份,只是因为对杨四郎的感情,所以一直没有揭穿对方,而且还对杨四郎千一百顺,为杨四郎生下了杨宗孝,杨宗元与杨宗峰三个儿子,并在后来与杨四郎一起回了中原。 争溪下时,她跟随蛇太君一起出征,在战场上立下了不少战功,杨四郎病故后,她也没有选择离开,而是一直默默地守在天波府中,直到最后离开人世,第七位杨五郎之妻马赛英,她又名罗采英,或罗刹女,至北汉四大令宫之一马信之女,将门出身的她,从小就练就了一身本领,尤其是刀法十分出色。 在杜金娥与穆桂英没有出现之前,她就是蛇太君最重要的帮手,后期杨五郎要出家时,她虽然十分痛苦,但还是选择留在了天波府中,成为了杨门最出色的女将之一。 在战穗州,大破天门阵时,她都是冲锋在前,还曾与辽国大将军耶律沙也大战过五十回合,征熙夏时,她也是立下了不少功劳,或许是因为多年的戎马生涯,让她积劳成疾,所以在征熙夏回来后没多久就病故了。 第八位,杨六郎之妻王兰英,她是北汉王令公王怀之女,故又称王怀女,她的父亲王怀与杨叶交好,所以便将王兰英许配给了杨炎昭,北汉皇帝向辽邦称臣时,王怀愤而辞职回乡。 而杨家又在后来投靠宋朝,自此两家失去联系,王怀早死,临终前仍然吩咐妻女要找到杨家完婚。 王兰英得知,舌太君和杨六郎镇守边关,便和母亲一起去边关投亲,但此时已经是物是人非,自两家失去联系后,杨家误以为王家已经家破人亡,就让杨六郎娶了柴郡主为妻,后在舌太君极力成全下,她得以和柴郡主并为杨六郎之妻,在征熙夏之战中,她一路过关斩将,杀死了西夏十多位大将。 她是杨家女将中少有的长寿者,在舌太君之前病故,第九位杨七郎之妻杜金娥,杜家和杨家也是有着几代情谊,因为杜金娥的父母与杨叶夫妇关系相当好。 那个时代流行娃娃亲,所以她从小就被许配给了杨七郎,她有一手好刀法,丈夫杨七郎死后,她独自一人胆敢勇闯黑松林,斩杀了潘仁美,为丈夫报了仇,并且因在岁州城斩杀了韩昌的弟弟而闻名。 杨七郎离世后,年纪轻轻的她也并未改嫁,而是选择跟随舌太君一起东征西战,她与穆贵英、王兰英、马赛英、董月娥并称为舌太君的五大得力助手。 在西夏之战中,她也是屡历战功,可惜的是,她被王文一箭射伤,从西夏回来后没多久就病故了,第十位杨八郎之妻耶律金蓉。 辽国肖太后有三个女儿,大女嫁给了辽国大将韩昌,二女嫁给了杨四郎,小女就是耶律金蓉,也就是后世口中的穷俄公主。 杨八郎被俘后,她就嫁给了杨八郎,后来杨八郎亡故后,她也没有改嫁,后来她遇到杨八姐去辽国到京都,就和杨八姐一起回到了天波府,并且以杨八郎妻子的身份认祖归宗,并跟随舌太君一起西征。 凯旋归来以后,得以善终,穆桂英,穆桂英是杨宗宝的妻子,她的父亲穆宇是山寨之主,她本领高强,曾经在彼氏中,生擒杨宗宝。 两人由此结为夫妻,为了救福她毅然拿出降龙墓,帮助宋军攻下敌阵,此后她随丈夫征战多年,以金国不让须眉之勇著称,在征讨西夏的战役中,她为舌太君出谋划策,屡剑其功,平定南方叛乱后的战功,则让她获得了侯爵封号,堪称当时的女中奇才,娇月娘。 娇月娘本是杨宗宝的新婚妻子,丈夫去世的消息让她的世界天崩地裂,面对改嫁劝告她坚定地选择守候亡灵,为报丈夫之仇,她参加了征夏之战,却不幸未就有人而阵亡,她以生命践行了父岛,是杨家将女性之中最令人唏嘘的一个。 可以说,这些杨家将女性及勇武,果敢与智慧于一身,都为宋朝立下了丰功伪计,她们冲锋陷阵,功无不克的精神,至今仍然令人称道,她们代表了杨家女将的精神面貌,为杨家立下汉马之功,是杨门的骄傲,舌太君及她的杨门女将,其志不再生存,而在继承,她们的牺牲为后世的女性,带来诸多启迪,也将她们无畏的品质,永远捐刻在历史长河中,杨门女将成功平定了西夏的战乱。 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,仅剩舌老太君一人幸存,不论历史上木桂英等人的形象是否真实,她们的爱国情怀和保家卫国的精神都是值得我们赞扬和学习的,在杨家将演绎中,尽管大部分人物并不存在于历史,但是杨继夜和舌太君等部分人物却是有历史原型的,历史记载了舌氏女与杨家郎的婚期,以及两家共同保家卫国的故事,而这些正是作家创作出精彩人物和故事的原点。 请不吝点赞承订阅